自古难见诸上树 汽车一直跑马路 可是前两天在葫芦岛 有一辆汽车却不走寻常路 竟然跑到人家楼房的宇达上面去了 咋上去的 你猜呢 奔驰上房实属让人惊奇 这波操作感觉无人能敌 看样子马路已经容不下泥了 下一步是不是就得开始发展空中飞车了 这段奔驰上房的视频 是前两天一位葫芦岛的市民拍下来的 视频上传后迎来大伙一顿猜测 哥你这是美国大片速度与激情疤吗 这开发商用料挺足啊 这宇达谁修得真结实 有人说这房檐质量真是不错 还有人说这都是堵人门口惹的货 但我就想知道 这奔驰上房到底是如何操作呀 原来这辆奔驰是被一分为二 用吊车给吊上房檐的 但关键的问题是 这门市房主跟这车主 到底是有什么深仇大恨 竟然让他如此气愤 我是这两天网上疯传奔驰上房视频的车主 实际情况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这辆车它并没有占我车位 它也更不是车祸现场 这辆车是我自己收藏的一辆老车 我把它分成了两街 我想做我自己的招牌 我本人是一个收藏老车的爱好者 没想到我这个举动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疑惑 何着这大哥只是想装修自己的店面 就直接豪气的将自己的爱车一分为二进行装饰 但大哥这防延停车确实也有点吓人 通过这两天与有关部门的沟通 我决定整改装修方案 达到有关部门的要求后 我再进行施工 原来是为了店面宣传吸引眼球 这才想出了这招 多损呢 这下子都不敢回家 宣传可以出人意料 出其不意 但不能攻其不备 这宣传也得合法合规 小心惊喜变成了惊吓 打击